哈喽小伙伴们,欢迎来到会解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恐怖电影 GP疙瘩2 闹鬼万圣节 万圣节前的一天 乔尼未图表现拉着马克去打扫一个废弃的老房子 在里面,马克无意中碰到了一个机关 发现在壁炉下有一个大木箱 可里面只有一本锁着的书和一本钥匙 他们打开后发现只是一本没写完的书而已 失望的两人一回头 发现突然多了一个木偶人 他们发现木偶口袋有一张纸 背面是一些奇怪的单词 马克念过之后发现没有什么变化 二人准备返程 然后巧不巧的遇见了欺负人的三傻 这里木偶其实已经复活 还用自己的超能力调皮了一下 当天晚上,木偶向马克和乔尼表明了身份 并表示自己想和他们做一家人 自己可以帮助解决两个小伙伴的烦恼 因为他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运用自己的超能力 说完还当场演示了一下 自动叠起衣服,自动写起作业 甚至连结巴手办都拥有生命动了起来 不过木偶称 暂时还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个秘密 以至于马克的姐姐艾莎 被渣男男友戴绿帽子 惹得一肚子气发牢骚 都被木偶听了进去 夜深人静 木偶偷偷爬进了艾莎的背包 第二天被带到了学校 艾莎以为是弟弟的恶作剧 没有在意 然后木偶对渣男男友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教训 渣男被抬上救护车时 大喊着被木偶袭击了 虽然没人相信他 却引起了艾莎的警觉 同时马克在班上展示其科技成果时 因被木偶改造过 马克的成果也造成了不小的轰动 他们一起回到家 木偶告诉他们 自己以后就是他们家的一份子 可话没说完 就被艾莎弹晕 装进箱子里扔到了河里 可这怎么困得住木偶呢 他在万圣节夜晚回到小镇的超市 将超市里卖的所有鬼怪玩具 赋予了生命 狼人 雪怪 女巫 德古拉 西数到场 还把营业员变成了自己的小弟 聚集成一个以他为首的大家庭 全体出动 大闹万圣节 与此同时 艾莎他们在网上查到了相关的资料 他们留言给书的作者 并发现 现在只有找到那本书 才能挽救小镇 可书之前被三傻抢去了 他们去要时 恰巧女巫们又把三傻抓走 他们便只能偷偷溜进三傻家里去偷书 同一时间 木偶占据了小镇的电塔 通过塔 他将小镇里所有的怪物能活的不能活的都给盘活了起来 甚至连马克他们去偷书时 吃的小熊软糖也变得凶恶无比 幸运的是 只要用这本书打开对准怪物们 无论怪物多大都能被吸进书里 他们还发现 原来木偶的目标是他们的母亲 因为木偶想要一个家庭 于是乎他们回到家门口 想要救下被蜘蛛所困的母亲 无奈怪物太多 人被救下来 书还被幽灵抢走了 在他们面临被怪物包围的时候 一双手伸出来救下了他们 三人到达了木偶所在的电塔 这时 木偶已经将他们的母亲也变成了木偶 并表示要毁掉故事书 这样自己就能永远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最后的时刻 艾莎用假书骗过了木偶 马克和乔尼则将电塔的电压调到最高进行破坏 艾莎趁机在塔的最高树将书打开 将怪物们都吸了进去 拯救了小镇 最后书的作者也赶到了 在影片的劫北处还给下一步留下了铺垫 木偶出现 说自己也写了一本书 还把作者给吸了进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